倒在地上痛苦不开,脸色发白,脖子被旁边的人紧紧握住 他是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 2号上午来到釜山,被不明男子持刀攻击 左侧颈部血流逐柱,随乎随即包围上前压住伤势 避免失血过多,只是这一刻还是吓坏了周遭的民众 因为当时李在明正在奏访加德岛新机场预定新建地 与记者进行到问答的过程 疑似有一名歹徒乔庄成支持者混入人群当中 请求李在明帮他签名,却趁机拔刀行刺 年约60岁的李在明从政之前是一名人权律师 曾经担任8年的市长 目前是南韩共同民主党第6任党代表 也是现任国会议员 2022年参选总统 最后却以25万票不几百分之一的差距败选 但在去年2月他却被韩国检方指控 涉嫌贪腐赌职社会被拘捕 成了韩国宪政史上的首例 8月底他为了抗议隐习约政府 经济民生政策不当 有威胁新闻自由 甚至离泰院踩他意外也没有深入究责 他在国会大厦前达上棚静坐绝食 结果抗议了19天之后健康恶化紧急送医 没想到这回造访机场工地突然被袭击 嫌犯当场被逮 但他的动机仍在调查厘清 TVBS送不到